如果真的有說清楚 何友宜的大軍師金普聰 恐怕不會還得靠記者會 拿出會議談刊原稿 指出何友宜在專訪中 針對兵役政策的談話有出入 記錄拿出來給各位看的原因 就是證明他不是改口 他只是有所出入 金門執行長拿出原稿指點乾坤 不知道是否算有效辯護 民進黨立委也與其做兩次工 不如猴下精神 誰最怕小刀出竅 網友質疑金普聰的記者會 是幕僚跳出來當候選人 沒講清楚嗎 為什麼任何一個人都講得比當事人還好 請軍師操盤卻搶金風頭 談餐真的沒必要 這叫畫舌天主 把主角的光芒全部都掩蓋住了 他十幾年沒有出來上課了 他的第一個學生 教的第一分功課就給他吐嘴 他的完美性格要告訴大家 我不是這樣教他的喔 學生說不清楚 乾脆老師自己來 而侯友宜接連幾份民調墊底 新普聰爆料 有人願意付九十萬元 讓公司按照自己的題目操作民調 但專家吐槽 侯友宜第三的民調有十幾份 十幾份以上的民調都是侯第三 應該沒有這樣的行情 但是就是說好 如果要這樣講的話 我建議還是因為有證據的把他講出來 金浦聰替主帥找出各種理由 搭配一手剝劃小刀戰法 但軍師跟主帥強戲 甚至還自己加戲 三零七文林凱鈞 歐文宣 泰報道